我可以还你,不然等下我吃完了 吃完了,我还很担心你会吃完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Ken 欢迎回到阿KenTV 今天呢,我就来到这个Auto City的 这个地方呢,来吃我的午餐 这间餐厅呢,是叫做 Blue House 基本上呢,它是一间酒吧 然后呢,是有食物吃的酒吧啦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东西好吃 菜单上呢,是有一系列的 这一个小吃啊 然后呢,Mins呢 就有一些西餐啊 跟一些Fusion的食物 OK,选择呢,还蛮多样化的 所以等一下,食物来的时候呢 再展示给大家看 到底我们点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吃 OK,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里的这个环境 啊,对了,今天有谁和我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的麻辣哥 多尼 OK,是他带我来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他 很常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很常来喝酒的这个地方 OK 我比较少喝酒啦 所以我就比较少来这种地方 嘿嘿嘿嘿,OK 来,等下见 不知道刚才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哦 它是整个杯放进冰箱里面 所以呢,它倒这个啤酒下去的时候呢 外面那一层呢,就会结冰 所以呢,你看它的冰呢 就会浮起来 这个冰其实,你看这个 其实是啤酒已经变成这个 雪香之类的东西 OK,所以你看到有一层的 这个脆脆的冰在这里 这些其实是啤酒来的 还蛮特别的 哇,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但是它好像上面有肉松 OK,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点的 叫做 sorted egg prawn head 就是虾的头 OK,那个虾头呢 应该是在下面啦 上面一层呢 都是这一个肉松 把它捞一下 现在我们来试吃 看这个虾头呢 好不好吃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虾头 应该是很脆啦 嗯 非常脆 然后很香 那个咸蛋黄的味道 诶,好吃耶这个 还有点小辣 小辣一点点 有啊,有点点小辣 我是没有吃到辣味啦 但是很好吃 很配啤酒 所以如果你喝啤酒的话呢 你一定要点这一个 哇,这个好吃耶 这个我喜欢 真的很脆耶 真的很脆耶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下一道菜 OK,第一个先来的呢 就是我们麻辣哥 点的这个 Yonya Laksa 它也是没有吃过 也是第一次吃哦 Yonya Laksa上面呢 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呢 就有这一个脆皮的烧肉 真的很够了嘛 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真的是好 蛮不错的 有脆吗 有脆 真的有脆 然后它的烧真的很香 真的 OK,现在呢 就轮到我尝一口 这个 Yonya Laksa 先喝它的这个汤 因为当你讲说呢 它的汤呢 非常的勒嘛 OK 就是非常的浓郁 果然真的是很浓郁 四吃一块它的这个烧肉 给大家看它的烧肉啊 这个就是它的烧肉啦 嗯 它的烧肉呢 也还蛮香的 再搭配上它这个 Yonya的这个 Laksa呢 这个酱汁呢 它汤汁呢 更加的鲜美 好吃好吃 而且分量也不少哦 你看一个大碗 绝对可以吃得饱饱的 嗯 OK,还你 不然等一下我吃完了 吃完了 我还很担心你会吃完它 哈哈哈 OK,这个呢 就是我点的这个 Yonya Pop Ribs OK,也是很Lamak的这个感觉哦 Yonya的这个Pop Ribs呢 它可以吃配饭 或者是呢 配跟这个面包 因为我不想吃饭 所以呢我就点了这个面包来吃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面包是这一种面包哦 现在呢 就先吃一块它的这个Pop Ribs 就选一块小块的来吃 这个就是它的Pop Ribs 它的这个Pop Ribs呢 这个排骨呢 煮得很够 然后呢 很软 就是进嘴巴呢 拉一拉它的肉就掉出来了 和刚才的这个Yonya Laksa 比起来呢 是两种不一样的味道 这个味道呢 就更加的椰浆味 更加的香 浓郁呢 就比刚才的这个Yonya Laksa呢 来的更加的浓郁 所以呢 吃饭或者是 配这个面包呢 是非常适合的 除了这个Pop Ribs之外呢 还有马铃薯啊 这个就是它的马铃薯 马铃薯呢也是煮得刚刚好 它不会太软绵 不会太烂 分量看起来呢 是没有那个Laksa那么多啦 OK 但是呢它给的排骨呢 也是 算是有诚意的 不是两三块哦 我看数一数 这个应该是有 一二三四五 刚才我吃的 一块六七 差不多有七块左右 所以说你看 点一点 蘸一蘸 面包 就可以吃了 它面包也是很好吃耶 就是不会太软 也不会太硬 而且呢 它有很香的这一个 啊 butter的味道 吃汗 你笑 哇很重butter味啊 笑还没有这样重 你吃下去 我要 我要粘 能蘸了这一个 啊 妞妞的咖喱锅 咖喱锅后吃呢 还是可以吃到很多 butter的味道了 诶 诶 真的好吃耶 很能量耶 我是没有想到 这一种餐厅的食物 会那么有水准的 扣板印象当中呢 就是 所谓的酒吧 pub 还是 bar 里面的食物呢 都很单调的 而且都只是 为了要配这个啤酒呢 才推出的一些减餐 比较简单的食物 但是没想到这里的食物呢 一点都不马虎 味道呢 真的是很好吃 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了 所以你很常来这里吃哦 难怪 难怪这个箱子的身形了 哈哈哈 回去要做多一点运动 做多一点打bata的 对对 做多打bata就要上我的头 哈哈哈哈 才能和我一样那么的肉肉 哈哈 肥肉的肉 就是这样啦 所以呢 这一餐呢 就是这样简单的 和大家介绍这些地方 也让我很意外的 找到一个 食物不错吃的 这些地方呢 所以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了 然后还要开启那个小铃铛 记得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的话 还是有什么地方 要推荐我们去吃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留言 留言的地方呢 啊 send message给我们啦 就是这样啦 所以我是阿肯 阿肯是我阿肯TV在这里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